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位反合性的基督 在反合性的本性 在反合性的地位里面 祂竟然呼召我们 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呼召 反合性的邀请 祂说你们信上帝 也当信我 为什么呢 因为父 是为知做见证的 为什么呢 因为灵是为了荣耀职而赐下来的 我再讲一次 父是为知做见证的 灵是为了荣耀职而赐下来的 大家说一二三 父是为知做见证的 灵是为了荣耀职而赐下来的 所以你看见三位一体 圣父对圣灵的见证 圣父对圣子的见证 还有圣灵对圣子的荣耀 这些都变成 让基督被高举起来 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见证基督呢 为什么要荣耀基督呢 圣父为什么特别把基督 当作他见证的一个对象呢 为什么圣灵一定要把基督 当作他荣耀的对象呢 耶稣基督说 父为我做见证 耶稣基督说 圣灵来了 祂要荣耀我 这样父见证他 灵荣耀他 为什么耶稣基督特别把这一点 特别强调起来呢 为什么父真的这么做 为什么灵真的这么做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基督在地上 受了不公义的待遇 祂是义者 活在不义的人中间 受不义的人 用不义的待遇来对待祂 祂受了不义的审判 祂受了不义的款待 所以这位遇者既然受了不义的款待 只有一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神自己 所以圣父 神 这一位对上帝的第一个位格 就为基督做见证 号召跟随基督的人 在地上看见基督的人 他们没有误解基督的地位 为什么圣灵要拥有他呢 照样 因为基督受了不该受的羞辱 所以圣灵要把这件事情 解决过来 把人带到对基督的拥有 正面正确 完全改观的地步 这样的圣灵的工作 才叫做成就了神的旨意 圣灵就因为这样 拆遣基督来受羞辱 然后拆遣圣灵 来把他受的羞辱 回转过来 使他得出荣耀 你看到了没有 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这样 为了成全就恩的各步骤 印证见证荣耀 这些的东西 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 是贯彻始终的 感谢上帝